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哥,吉哥 然後呢,我今天早上呢,剛剛 就是剛剛而已,9點半的時候呢 我就用這個 電腦開解的這個臉書 然後我就收到一條訊息 然後通知我說 目前的Facebook呢,有新的版本 然後它是信用版的 然後要邀請吉哥來加入 然後就是 看看我願不願意使用這樣子 那當然吉哥就是非常喜歡3C科技的這些東西嘛 所以就馬上按了 OK,我要使用 試用版的這個Facebook 然後呢,它有所有經典版的跟暗黑版的 那暗黑版呢,我特別喜歡 不管是在手機或是在電腦上的螢幕 或是在很多一些布景主題 我個人就是非常喜歡那種暗黑版 就是Dark Mode 暗黑版模式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是全新界面的這個Facebook 對,你可以看到它整個排序 其實跟手機會更像 你可以看到在中間這邊就是 一個直式 直列的一個動態列 那這種排序的方式 其實跟手機很像 就是你常常看的資訊呢 它是在中間這邊做滑動的 然後你左邊這一塊 跟右邊這一塊 右邊這一塊就是一樣 我們之前的這個聊天訊息 我們的聊天的內容 這些就是在你右左邊這邊 然後左邊這邊就是你的群組 或者是你的常常點閱這些 可是專業 就會在左邊這邊出現 這樣子 那整個畫面呢更加的簡潔 而且呢對比 對比的話就是會比較 比較強烈一點 就是黑跟白這樣子 然後在我們觀看的時候呢 它會更加的簡單一點 然後方便我們來做一個使用跟觀看 欸我覺得這樣還不錯耶 我喜歡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通知 我就是收到一個通知 然後就是說 我被邀請來使用新版的FB 感覺滿好玩的 然後這是主頁的畫面 我們看一下Watch的畫面 Watch的畫面 Watch的畫面呢 它一樣在中間這邊呢 是你所觀看的這些影片 然後左邊這邊呢 它有首頁節目 還有直播 還有你的節目看板 就是在左邊這邊做一些管理 你看一下左邊這邊 然後這邊就會很像 我們在看什麼呢 看影片一樣 這邊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點進去看這樣子 中間這邊是商店 商店的感覺更直觀 就點進來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之前常常 去看的一些商品 比如說我最常看手機、相機 或是一些電子產品之類的 然後這邊呢 它就會秀出一些 我的本日精神這些介面 欸覺得還不錯齁 好 然後再來是社團 我加入社團的最新的行為 它就在這邊做呈現 個人覺得這個模式 看起來的話會更好 就是說我們在看的時候 這個觀感眼睛的舒適度會更棒 還蠻不錯的 然後右邊這邊是什麼 遊戲 這個就是有點像 類似遊戲的直播主 它在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 直接點擊來去觀看 感覺不錯捏齁 然後點進來看之後 畫面會變大 然後右邊這邊呢 就是 你的觀看者的留言 OK 那這個就是 Facebook的新版本 你看這邊有一個夜間模式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 就是經典模式 一般的 夜間模式 然後這裡呢 是之前的 FB模式 好 略過一下 好 這就是之前的FB模式 好 那 來 再看一下 這邊還有 你可以 隨時切換成全新的 FB.com 我們來點一下 然後 設定 這裡有一個切換成新版的 Facebook 我們再把它切換過來 又變成了這樣的 暗黑模式 欸 很好玩耶 這個新的介面我喜歡 所以呢 開請Facebook看看 看看你有沒有收到這個 被邀請 試用新版的 Facebook的這個新功能 那個人呢喜歡這個Duck模式 所以呢 你試看看吧 那我是吉哥吉哥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然後BDB的朋友幫我開啟三點加關注 謝謝你們 拜拜